你见过这么奇葩的国家吗? 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删女性耳霸子 删得越重,就代表对女性越尊重 这是一个家在三个国家之间的小国 差不多一个村那么大 虽然人家村,不是,国家不大 但也存在一千多年了 他们有一个流传了千年的炒饭秘方 味道超级美味 所以他们国家也被称为炒饭国 但气人的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炒饭秘方竟然被人偷了 现在变成了黎巴嫩的美食 他们上诉,可连和国连他们这个国家都不承认 怎么可能给他们申冤 所以他们村长,总统,就定制了一个恐怖袭击计划 那就是炸掉埃菲尔铁塔 这样不仅能出气,还能让他们国家得到世界的关注 简直一举两得 只是你们的炒饭秘方在黎巴嫩 关人家埃菲尔铁塔啥事啊 很快,全国就发起了征兵 并开启了长达十个月的封闭训练 学习法语,学习爆破,专研文化差异 听说法国那边不允许打女人 训练结束后,只有马里奥路一击两兄弟脱颖而出 长官告诉他们,你们就安心去吧 等牺牲后,我们一定会将你们的名字载入史册的 啥?牺牲? 咱们合同里没写要牺牲啊 而且我们训练的不是用遥控飞机炸掉铁塔吗 那个计划不严谨,所以改成人体炸弹了 可是我们不想死啊 就在两兄弟准备放弃的时候 长官突然拿出了一个必杀器 一把精美的电动剃须刀 而且是旅行款的 这玩意儿在炒饭国可是很奢侈的奢侈品了 你确定给我们吗? 当然,哦哦啦 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当天两个憨憨就出发了 他们先是乘坐驢车 然后换成小电驢 再换成大把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 他们终于搭上了飞往法国的飞机 第一次坐飞机 两兄弟多少有点紧张 但他们还是不忘初心 决定拿叉子挟持机掌 然后用飞机撞击铁塔 可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 空姐突然说空中交通管制员 因失恋罢工 去不了巴黎了 在就近的费家里机场降落 乘客们非常不满 直接撞倒了路易机 马里奥倒是挤到了空姐面前 结果叉子却让空姐给缴械了 没招 两兄弟只得被迫来到了 这个离巴黎几千公里远的地方 这人生地不熟的 两兄弟就想打个网约车 可结果 得 家当全没了 就剩下了一张看不懂的地图 经过三个小时的跋山涉水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家小饭店 就想进去打听一下 但老板好像不太欢迎他这两个外地人 不过老板娘却非常好客 还问他们想吃什么 为了表示尊重 马里奥当即就献上了他们最高的礼仪 两人被狗子撵了三条的 最后靠着敏捷的身法 才摆脱了狗子的追踪 围墙的里边是一栋别墅 可是门锁着的 怎么办呢 对嘛 这才是一个恐怖分子该有的素质嘛 别墅里没人 两兄弟也没客气 拿起一袋狗粮就开灶 还换了一身新衣服 到了晚上 就直接睡在地毯下面 两兄弟还感叹呢 我们国家可没有这么大的被子 结果刚说完晚安 还好两兄弟命大 啥事没有 不过接下来就有事了 因为门口有一帮比他俩还恐怖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将他俩劫持到了秘密基地 拿出了两篇稿子让他们向政府喊话 俩兄弟虽然在培训的时候学了一点法语 但学的不多 根本就念不利索 大哥拿出照片一笔 挨我擦 这俩货不是我们要抓的人啊 你俩是谁 怎么会在富豪家里 俩兄弟一看这架势 紧忙交代了明明白白 恐怖分子一听 优贺 同道中人 作为同行 那必须得帮衬一下子啊 于是便送给了他们一艘小船 祝他们事业有成 然后 船就冒烟了 等两兄弟醒来 不知道又到了哪个地方了 他们顺着太阳方向来到了马赛 这里正在发生人群暴动 毫不知情的两兄弟直接走到了中间 警察还以为是出头鸟呢 直接就给两人削了 懵逼的两人被报名救下 还把他们带进了酒吧消遣 两口酒下肚后 路易基感到有点热 就把外套脱了下来 露出了里面的巴黎队球衣 众所周知 马赛和巴黎是死对头 这还有啥说的 开整呗 路易基直接被揍进了医院 一整天才清醒过来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我们已经成功地摘出了你的腰子 啥 他就是鼻子受伤了 为啥要切腰子啊 啥 病例拿我看看 卧槽 整叉批了 但你再给他安上啊 不行了 腰子现在已经送巴黎去了 那咋办 没事 一个腰子也能活 这是一个正义的记者走了进来 他觉得这俩兄弟好可怜 便决定帮他们找回腰子 他带着俩兄弟找到了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这个要走流程 但估计每个三五年走不完 嗯 这确实符合法国人的尿性 马里奥觉得人家也算是帮忙了 当即就拿出了他们最高的礼仪表示感谢 然后 两兄弟就被警察当作神经病抓走了 热心的女记者边追边保证 我一定会将你们救出来的 因为两兄弟啥手续都没有 警察说明天就要将他们遣送回国 只是他们国家实在太小 地图上找都找不到 所以就打算送到他们邻国 剩下的三千多公里 自己跟走回去吧 哎呦我去 马里奥拨通了长官的电话 长官听完不但没有同情 还威胁他俩要是完不成任务 就把他们老爸剁了炒饭 没招 马里奥只得拿出全部积蓄贿赂 看守警员 希望能放了他们 但是警员不吃这一套 表示自己是个有职业操守的人 除非你们帮我拍个绿毛怪 大战流氓兔 还储着干啥 赶快演三 两人表演得很刺激 看得警员都想加入了 紧忙跑进了屋里换装备 两兄弟也不笨 紧忙趁机撒鸭子开溜 等警员换完装备出来 哎我擦 人呢 而那个说要救他们的热心女记者 还真的来了 但门卫不让进 她只能偷偷从后门爬进去 结果刚爬上去 就看见俩兄弟搭着垃圾车出来了 女记者紧忙追上去拦下垃圾车 将两兄弟解救了出来 并带回了自己家好吃好喝好招待 完了又是开派对 打橄榄球 还一起下河洗了澡 最主要的是 女记者还邀请他们度了一个鸟的夜晚 嗯这样的好心人着实难得啊 只是路易姬现在已经很虚了 放过他吧 让我来 第二天继续出发 去巴黎找妖子 他们一边赶路 一边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经过两天的旅途 几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女记者直接累倒在了沙发上 马里奥趁机掏出她的相机 打算拍一段恐吓视频 结果刚拍到一半 路易姬就不拍了 因为她觉得这里挺好的 有美女 有美酒 有风景 还有她的妖子 炸了实在有点可惜 啥意思 就因为那个女人 让你白嫖了一晚上 你就想背叛国家吗 你堕落了啊 我跟你讲 由于意见不合 两兄弟就此分道扬镳 马里奥去找街头人 给自己绑上了炸弹 路易姬则跟着女记者 来到了医院找妖子 没想到医院还是蒋武德的 得知妖子是悟哥 还真就给她留着了 可就在准备手术的时候 她突然想到了兄弟 不行 我得去阻止她 这是我的妖子吧 我拿走了 改天再来安装 路易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 埃菲尔铁塔 发现马里奥正坐椅子上难受呢 原来刚才她看到塔下游客众多 还有这么多孩子 实在不忍心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 只是你俩想通了 改过自新了 你们的老爸怎么办呢 黑卧槽 一死老了就可以不用管了呗 你俩可真是笑死爹了你俩 想通的两兄弟正要离开 突然看到了一个熟人 哎我擦 这不是我们的小王子吗 原来总统知道了这俩祸靠不住后 就派儿子亲自为国权驱来了 马里奥一个大跳扑倒了小王子 小王子反手就启动了炸弹 眼瞅着就剩下一分钟时间 路易姬表示他残缺 他来冒这个险 他提着炸弹来到河边 反手就把 就把自己的腰子撇了 路易姬当场上天 女记者含泪报道了这一壮举 路易姬为了广大人民安全 不惜舍己为人牺牲自己 此前都还不忘把他的腰子留给需要的人 路易姬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全国 炒饭国也因为路易姬的牺牲 终于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 甚至还帮他们注册了炒饭的专利 法国领袖还亲自给路易姬颁发了荣誉寻章 马里奥为了感谢领袖为他们做的一切 直接就送上了他们国家的最高礼仪 Muzafar Qua On avait dit PATAPER LA FEME